你 睡着了 你刚才干嘛呢 没 没什么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啊 喂 晓纳 舅妈 明天有空吗 舅妈和舅舅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 你千万穿得漂亮点啊 行 小娜 晓纳 这位是高阿姨 这位是高阿姨的儿子戴卫 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高阿姨好 那 你慢 我们家小娜娜性格特别好 活泼开朗 身体特好 而且啊 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的 我们家戴卫也是 一直都没有女朋友的 我家的情况呢 姜女士你也是知道的 在淮海路啊 有一间老房子 将来啊 是要给我儿子做婚房的 那一地段可是寸吐寸金哪 是啊 晓纳 让人再坐坐 淮海路都不行啊 看来是想要我家的别墅啊 不是 不是 您先坐着 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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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妈 我说你别那么任性 你看待位条件多好呀 你就不能再做一做 舅妈 我没有让你给我 介绍男朋友啊 我好心跟你介绍也有错呀 你看你爸爸 一个牧民 他能给你找什么好老公 这你怕嫁错狼 你要找不到好老公 你跟你舅妈一样 一辈子也就完了 会是为你好呀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舅妈 那你 那你应该事先给我打个招呼吧 我都不知道你再给我介绍男朋友 然后你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然后我就见这些莫名其妙的人 舅妈告诉你啊 舅妈给你找这个 是舅妈备选当中最差的一个 你要是不满意 舅妈再给你找个更好的 晓纳 这个富二代啊 也是有圈子的 你要想进入这个 这个圈子 才能挑选的 你知道吗 舅妈 那你是怎么进这个圈子的 我 算了 算了 说还告诉你吧 我的资源呢 也是姜总介绍的 姜总 哪个姜总 就是你爸爸的老婆呀 人家呀 可是豪门贵妇呀 一听说给你介绍男朋友 人家就找了一大堆优秀的男孩 晓纳 你爸爸还有你这个好妈 对你可真不错 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啊 该多好 舅妈 你还别说 你要是打扮一下 还真挺像二十多岁的 以后这种事呢 你就别叫上我了 我真的不感兴趣 走了 舅妈 我换还没说完呢 等你进入这一圈子 就知道好处了 真是 不只好点 我 太太 怎么了这是 头晕 没事 没事 过一会儿就好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妈 我回来了 沐嬷 您在打官司啊 您找律师做什么 我想找个律师立个遗嘱 立什么遗嘱啊 您不说这房子 百分之十留给刘妈 剩下的都给我们吗 以前是以前 现在情况有变化了 子澄和小娜 也是我们田家的孩子 这房子也该有他们一份 那您给他们多少 秀芳啊 浩鹏是我的儿子 美娜是我的女儿 两个孩子是我的孙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房子 除了刘妈那份 还有家里的集叙分成三份 你们啊 一人一份 木马 您是不是脑筋 现在就不清楚了 那两个孩子 到底跟您什么关系 您确定了吗 您凭什么分给他们呀 再说了 那两孩子亲生父亲 是陆远山 堂堂远山集团的陆总 那谁稀罕您这房子 那点点钱呀 不到最后又便宜了 沙坨那个外人 你听你听 你听她说的是什么话呀这个 我不跟你吵 这个家呀还轮不到你做主 刘妈 扶我进去 太太 不激动 不激动 姑妈 您别老糊涂啊 您别被人挑唆了 阿芳你少说两句吧 你少说少说什么呀 再不说我什么都没了 好好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来来 两人抬一个 两人抬一个 对对对 慢点慢点 来来来来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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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夏桐 等到了秀玛 你找我 我问你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呀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是不是看到我们家走投无路了 你就高兴 你这是什么话 小娜在我那儿干得好好的 你非让她辞职 现在陆总对我们家不嫌不淡的 我们家生意也不好了 这也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传到老太太改遗嘱呀 让老太太改遗嘱 你少装吧你 不是你的主意她能想到这些吗 我告诉你 沙佗 你趁早别跟我打老太太的房子的主意 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田浩鹏那死鬼妹妹 死了都跟我作对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小小芳 你说还给我注意点啊 我是看在你是小娜舅妈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这些 但是下一次 你要是胆敢再跟我说没那一句 你别怪我跟你不客